大家好 歡迎你又來到這次協賓的Bangman Channel 今天為大家講解的就是這條DSE 2020年Babber 2第30條MC 事不宜遲 先看一看條題目 Consider the foreign integers 分別有33 888 10 12 N 和 M 和 N 咳咳 不好意思 然後數回這裡有123456789有9粒東西 他就問你 Let x, y, z 和 B 的median 中位數 mean 就是平均值 mode 就是中數 of 以上的 integers respectively分別地 他就說 if 的 range 這句很重要 就是 range 是 9 他就問你 Which of the foreign must be true 以下有三個選擇 第一個就是 x 即是問你的 就是 median 是否 8 第二就是 y 即是問你 min 是否 8 第三就是 z 即 mode 中數究竟是否 8 事不宜遲 拿出單案子才說 由於科技都很先進 按鍵 全部變圖 Family semua 讀版上浪費 大家不用期待 我都想說一說 他是因此 曾經有提及過 nobody may beate 她就告訴你 range 是9 隔音 是9 我認為也是挺重要的 所以我先記錄了它 它就說約的範圍是9 即是這句 中文就看中文,英文就看英文,自己收拾 我在想,這裡有9粒Data 我當然要按細字來排列它 33888,10,12已經細字來排列了 問題來了 M和M是什麼呢? 我立即在想 這兩粒,其中一粒可不可以大於12 我重新問 現在已知的7粒Data,最大一粒是12 我想問,這兩粒可不可以大於12 我們做個實驗 例如,這個未出門,我只是教你思考 例如,我當M是13 試試看一粒,當M是13 如果M是13,你不要忘記 現在要分佈的範圍是9 所以如果你還未加這粒做13 你最大、最小是12、3就是9 但如果你當其中一粒是13 可以大於12,就算是13 那你13,最大、最小,再減3就變成10 所以這個範圍就會變成什麼? 這個範圍就會變成13,再減3 就是10 那就是怎樣? 炒了份 對不對? 所以其實我覺得也挺明顯的 就是clearly 那我拿一支紅筆告訴你 clearly 那M和N 我都覺得挺明顯的 那不如用藍筆算吧 我還未做第一、二、三個選擇 我只是觀察到一些東西 就是M和N 同理 M和N是小於12 不可以大於12 可以嗎? 還有就是 自己檢查這個 一樣檢查 就是M和N是大於3 就是它不可以最多去到3 就是在這個範圍裡面 可以嗎? 所以其實我把這個範圍插進去 就是換言之 這一部分 我是教你思考的 所以 我錄在這裡 OK?可以嗎? 而事實上 我們繼續去 如果我想看看第一個適合錯 我就在想 Option 1 我在這裡錄下 好嗎? 而事實上 我在想 現在是33888N12 是不是? 那何謂Median呢? 第一個問你就是 X是否等於8 Median 那我就不如畫圖給你看 Median 其實就像摩西分紅海一樣 現在有9粒Data 所以它的分法應該就是 呃 等我等一等 那會是4個 4個4個為1組 4個1組 然後中間單定1個 又1個在這裡 然後最後這裡 又會再放4個在這裡 而事實上 這一粒東西 中間的粒 是不是? 那就是叫做Median 中間的粒是哪一粒呢? 如果你數下這粒應該是第五粒Data 我再次重新 按細節排列 Ascending Order 擺好位置之後 414 排個陣式就是這樣 拿中間的 摩西分紅海一樣 拿中間的 是不是? 那就是第五粒Data 那它就是Median 而事實上 現在的科技好先進 那不如我照做它 好嗎? 現在在這裡 我先做前面七粒 因為前面七粒 你是知道它是什麼 是不是? 所以其實我現在做它出來 前面這七粒 我把它弄好一點 前面這七粒 我放大一點 就是這裡 是不是? 那我就在想 究竟這七粒 按細節排列 還有兩粒M 和N 我可以怎樣加進去 我有三種情況 不如我這樣想 這個叫做 情況一 我用完畢 Case 1 情況一 我可以怎樣加這堆東西 其實就是 或者我按這裡 好像這樣比較漂亮 情況一就是 我加它的時候 那我就不如拿一支圓筆 我可以摩西分紅海 那就是怎樣? 現在這樣跟你分 這邊三粒 然後 接著 這邊一粒 最後就是這邊三粒 然後還有兩粒M和N 可以放在哪 我可以放的地方 就是放在這裡 在這邊的組合 放一個M 或者在這邊的組合 放一個N 各自左右兩邊放一粒 那照樣中間這粒 也是叫第五粒 那這粒也是M 是不是 那就是Q2 是不是 那它可以是這粒 而事實上 暫時第一個情況 是8 那真的OK 是不是 好了 還有第二種情況 情況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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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又想到第二個情況 就是想好它們的可能性 情況2 就是 如果我又繼續摩西分紅海 就是這樣 那我可以怎樣 將兩粒M和N 放在左邊 那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 現在我這裡 這樣分 這裡兩粒 這裡一粒 那麼 這邊四粒 那我加個M和N 進去的時候 我加在哪個位置呢 我加在最左邊 那就是 M和N 我都是在這裡 所以你形成了 像剛才那樣 我都說4 1 4陣式 所以這裡4 這裡1 這裡4 剛才是用的 那這裡一樣 加上MN 這裡加上2粒3 那這裡1粒 那這裡4粒 所以414陣式 所以 那就是Medium中位數 今次移到這裡 那照樣都是8粒 是不是 而事實上 我們還有第三個可能性 那就是Case 3 你可以左右兩邊角 放一粒 Case 1 Case 2 就是在最左邊放兩粒 而Case 3 我想聰明的你 你也知道我想怎樣 放好位置 我再和你慢慢說 那其實 如果你讓我做Case 3 我就會把 M和N這兩粒 放在右邊 那是什麼意思 即是這裡4粒 1組 然後這裡自己1粒 1組 最後 這兩粒 一組之餘 我還把MN 我會放在右邊這一組 那裡 所以其實 也是414陣式 414陣式 414陣式 就形成了這個 sorry 414陣式 我搬低一點 給你們看 讓你們清晰一點 414陣式 可以嗎 所以其實在這裡 也是個Medium 在這個位置 都是8 對吧 所以其實你會看到 在各個Case也好 Medium 都是8 只有Case 1 2 3 沒有第四個Case 你想想到 我想不到 所以其實換言之 就是第一個選擇 是對的 就是第一個選擇 是對的 就是第一個選擇 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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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是很足夠位 這個我叫做Page 1 好嗎 我去Page 2 去後面開張新的紙 這個就是Page 2 我再一次強調 Range是9 很重要 所以我都給你 在這題目 如果Range不是9 但前題不是9 你已經查了一份 可以嗎 OK 第二個Option 問你什麼 Y是否等於8 就是Min是否等於8 平均值是否等於8 我立即在想 什麼是Min 剛才Option1 忘記在這裡 什麼是Min Option2 你就跟我說 我就當你真的 Min是8 我就說 我當Min是8 我就看看發生什麼事 原因就是 我什麼資料都沒有 但你只跟我說 Y是否等於8 你正在想 我就當你是對 然後我找一下 你有沒有古怪 等於這些 我說得很差 那些結婚的男子 經常出去 不知道搞什麼 那 老婆通常都會 承認她是對的 是不是 然後 不斷問她 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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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找到她一句 說錯話 是否就是她說謊 明白我在說什麼 簡單來說 數個角度 這個技巧 就是 Approved by Contradiction 當然你不用知道名字 就是用矛盾去證明它 我先把Y當成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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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這樣 我用assume 我就真的假設 假設 中文叫假設 就是Y當成8 如果Y當成8 那是什麼意思 那意思就是 min就是8 那min就是8 即是換言之 寫好一點點給你們 min就是等於8 而事實上 什麼叫min min怎麼計的 就是根據公式 就是把這麼多粒data 這裡有九粒 就是submation i 從1到9 就是xi 然後over回9 就會等於8 那你把頭七粒加起來 三三八八八八十十二 加起來 應該就是52 再加m加n 你不知是甚麼 所以你會被焗留在這裡 對不對 好了 再over回9 理論上就等於8 而事實上 將除9 調成9 所以就是52 再加m再加n 就等於8 9 72 我得出一個結論 即是換言之 換言之 m加n 留在這裡 將加52 調去變成-52 即72 加52 就會是20 你會看到的關係 如果y真的等於8 即min是等於8 的時候 m和n的關係 會是等於20 而事實上 即是你任何選擇 你都沒有給條件限制 我最多限制只有一個 就是m加n等於20 所以即是說 我現在可以選擇 m是13 and n 是等於7 的時候 你就要看看發生甚麼事 即是我隨便當的 不過聰明的 你都知道 一定是炒粉 因為原因 我剛才在第一個option的開波之前 都已經說過 如果m是13 我就會跟你說過 因為我的範圍是10 我剛才在前面這裡計算過 例如m是13 而範圍是10 這樣就炒粉 所以在這裡 option2 我也計算過一次 我便計算過範圍 拿範圍去判死刑 如果根據這樣的情況 當m是13 當m是13 是7 在圖圖上更新 即是 如果range的意思是最大 最小 即是13 再減3 即是怎樣 即是10 不等於9 這樣就炒粉 因為 這裡 你計算過範圍 你發現他不等於9 那其實是不是炒粉 因為題目橙色的句話 告訴你 範圍是9 所以 Hence 第二個option is not true 即是第二個都拜拜 那就交叉一下他 至於第三個option 不如我偷些位置 我在螢光幕的右邊做 我想同一張紙完成 應該夠位 好 至於第三個option 我們在這裡選擇他 他正在問你 Z 即是Mode 究竟是否8 其實Mode 是否8 我就在想 我隨便製作一些東西 即是我剛才在 那個 開手那裡 我不是說過MN 都是介乎3至12之間 對吧 所以即是我隨便製作 我就選擇 M是3 N的N也是3 如果我這樣選擇 其實我可以馬上判他死刑 你不難看到 因為如果他們兩個都是33 那是甚麼意思呢 即是說 我插回這裡 即是如果他這個是3 這個也是3的話 即是換言之 現在你會看到Mode是甚麼 Mode就是3 因為他出現了4次 8不夠多 8出現3次 所以 那個Mode 不如先計算一下 你照舊 你也要告訴別人 他真的最大減最小 在這個情況下 就是12-3 都是9 他沒有犯規 如果我作過M是9 M是3 N是3 這個情況下 是沒有犯規 原因是 你要做給別人看 就是 他也是9 但是 今次 Mode 炒粉 原因就是 他是3 好 所以這個 5等於8 對吧 Hence 3這個option 是不對的 所以 正確答案應該是 1 only 看看有沒有這個答案 正確答案 就是 1 對 這兩個錯 1only 即是A 可以嗎? 看看今天大家有沒有甚麼特別問題 給你們一個詳細的答案 這個就是 Page 1 詳細答案 OK 至於這個 下一頁Page 2 詳細答案 關於Option 2 和Option 3 詳細講解 可以嗎? 看看有沒有問題 如果沒有的話 今天就到這裡 OK? 好 謝謝大家收看 希望下次有緣的話 我們再見 拜拜